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面停一下吧 我去买点东西 好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了 你洗完脸了 快快睡觉吧 真乖 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你知道快乐之家福利院在哪里吗 我刚来不久 迷路了 你能带我回去吗 我带你去 谢谢 走吧 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啊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条小路有点熟悉 走吧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吃的 不是给我买的 是给看门大爷的小孙女买的 小孩子看到礼物都很兴奋的 我小的时候总盼着家里来客人 一来客人就有很多好吃的 妈妈每次都把东西拼分给我和妹妹 但是每次我都舍不得吃 等到妹妹把她的那份吃完了 我再把我的那一份给她吃 看到她开心的样子 比我自己吃了都高兴 你还有个妹妹啊 是啊 不过她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走散了 为什么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 在我六岁那年 妈妈丢下我跟妹妹自己走了 我们就成了孤儿 连生活都无法自离 最后我被送到了福利院 那后来呢 我们当然不想在福利院待着了 总觉得妈妈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我就带着妹妹从里面跑了出来 那你跟妹妹是怎么走散的 那年的顿午节 妹妹看的路边有卖粽子的 跟我说她很想吃 但是我们哪有钱买啊 我就把她放在了一个小区的树下 跟她说让她在那儿等我 我就想办法给她买粽子 其实我是想去给她偷一个 不想让她看见 拿好啊 好的 谢谢 谢谢啊 小朋友想买粽子吗 嗯 有没有钱啊 没有 没有啊 哎 节日快乐啊 趁热吃吧 谢谢叔叔 没事 吃玩儿吧 谢谢叔叔 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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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涵丢的全都是我的错 是我把她给弄丢的 这份内疚一直伴随着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从来没有听着过寻找她 但是都没有结果 连她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你放心 她一定活得好好的 我帮你一起找她 一定会找到她的 我也有信心能够找到她 嗯 朕没想到 你的童年这么坎坷 那这么说 你和叶董事长 他们是我的养父母 从福利园领养了我 他们对我 比我亲生父母对我都好 我是伴随着他们的爱长大的 他们真的好伟大 是啊 他们的那份爱心也传递给了我 所以我很感恩 也希望以后 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为这个社会纪念力 到现在为止 我们公司已经在全国 建立了近二十所希望小学 我和爸妈也资助了近一百个大学生 你们真是太有爱心了 和你们比起来我差太远了 以后资助大学生的事情 算我一个吧 好啊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跟你说这么多 关于我身世的事情 除了我的养父母 没有任何人知道 今天都跟你说了 谢谢你 愿意把这么私密的事情 跟我一起分享 所以说 人生虽有风雨阴霾 但是阳光一出阴霾尽散 只要你内心充满了阳光 就能感受到生活 给你的温暖 时间是治愈创伤最好的良药 将来有一天你回想往事的时候 也许会说 那个时候真傻 怎么就那么执着想不开呢 我懂你的意思 谢谢你 可是如果没有了公正和公道 哪儿来的阳光啊 所以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为我爸洗脱冤屈就是我的阳光 是啊 让我们一起寻找你的阳光吧 大爷 小姐 您回来了 这位先生是 你好 他是我朋友 那快进屋吧 不用了 我给你孙女买了一点东西 小姐 你每次来都给他带东西 他就盼着您来呢 大爷 我这次过来是有事情要问你 你在家里有没有发现我爸的东西 比如手机 手机 没有 老爷走后我把他的东西整理好 都交给了夫人 就再没见到别的 那你再想想 那天爸还有家人 除了在别墅 还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啊 那天 孝妃和文心都出去了 我没看见他们去哪儿 老爷开车出去的时候 我倒看见了 向海边去了 谢谢大爷 我们去海边看看吧 好 您先忙吧 好 再见 慢走啊 再见 好 多美 你看 这是我爸车上的挂罪 没错 这还是我送给爸的呢 那说明你爸的车来过这里 可是挂罪 是挂在爸车后视镜上的 怎么会在车外面呢 难道是有人故意把它拿出来的 喂 妈 我在外面呢 好 我现在马上回去 怎么了 我们快回去吧 我哥身体不舒服 上车 躺躺 然后你 躺躺 躺躺 妈 哥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刚才张大夫来看过你哥 说他身体没事 就是思虑过深 都是像孩子想的 今天一阵天 他就楼上楼下地 到处挤着找堂堂 是温馨也不打个电话来 亲家母的病到底怎么样了 他有没有跟你联络 就至少也能带孩子来 跟你哥看看嘛 找下去怎么办呢 妈 你别着急了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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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打电话 什么事啊 你必须把堂堂送回来 你忘了我说要离婚了吗 温馨 什么事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你别忘了 堂堂是我哥的女儿 真是可笑 堂堂怎么会是都 记住了 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我告诉你啊 我哥想堂堂想病了 你就带他来见一下我哥能怎么了 现在你们还没离婚呢 就算离了 唐堂也未必判给你 就算判给你了 在法律上 我哥也有权利看孩子 文心你不要逼我啊 你快点把唐堂带过来 我不会带唐堂去找多俊的 唐堂好不容易才不找多俊 我现在带他去见上 这孩子有什么好处啊 再说了 多俊也应该适应 没有唐堂的日子啊 喂 真是可笑 命令我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文心 你非要做得这么绝世吗 是你逼我的 喂 若南啊 你明天有时间吗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婚姻法 离婚以后子女监护权的问题 刘常世人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是那个时候拽掉的 我怎么没注意呢 这么说 林多美在背后调查林天成的死因了 我去吧 老大 您怎么亲自找个人啊 林阿姨呢 有事回家了 来 你喝一杯吧 谢谢 妈有事要问你 什么事啊 我和你爸一直认为啊 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以学业有成 阳光健康 善良还有爱情 有这么高这么帅 妈一直担心 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能够配上你 如果有一天你找一个跟你一样善良的女孩 能够结婚生子 甜蜜地过下去 妈就是比我诉求了 妈 您又老胜长谈了 您现在跟我就这一个话题了 你不给我回答 我就是要问到底 您是怕我娶不到好姑娘啊 你的行为让我不能不担心呢 什么行为啊 我一直认为你为什么不谈恋爱 不结婚 闹了半天是因为她 你不是答应妈妈不再见她了吗 你说谁 林多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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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们公司门前看见她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人家有老公了 你怎么还喜欢她呀 你怎么就不能听妈妈的话呢 你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 遇到感情的事就把握不住了呢 怎么说也不能进入人家的家庭 我跟林多美只是普通朋友 他们家里出了点事 我帮帮忙而已 您别想要是男女关系嘛 妈 什么普通朋友 妈能信吗 儿子跟你说 不要破坏人家的家庭 我希望你尽快地跟她断绝来了 妈 不像你想的那样 那最好啊 什么 昨天林多美叫你把唐统送过去 你怎么说 我当然坚定地拒绝了 怎么能让唐统见林多俊呢 你现在不要跟林多美一起较劲 林多美现在已经跟疯了一样 万一在关键时刻坏了我们的事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 怕你的女儿跟林多俊见面 继续跟那个冒牌的爸爸培养感情 唐统好不容易不闹着找他了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你忍着点林多美 我知道了 一连 什么时候召开股东大会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正式上任了 是的 终于要等到这一天了 我们的一切都要实现了 就这么说定了 临时公司的股票都留给我 我一谈好就联络你 好 谢谢 上午十点开会 下午两点华美百货吴总来访 说吧 为什么不开心啊 你还知道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你就问一问你自己 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我哪里都对你了 最近每天都出门 明明跟人家没什么关系 还对人家一股脑地关心 你难道忘了 她是有夫之妇啊 他们家遭遇困难 她曾经是我红尾班的学生 站在彭的立场 伸出严肃帮忙不对吗 况且林氏和我们公司是合作关系 探望关心 也是一种商场礼仪不是吗 冠冕堂皇的话谁也不会说 但提示你真这么想吗 在旁人眼里 你对她的关心已经超出了 普通朋友界限 可应该关心她的是她老公 不是你 我一会儿有个会 我要准备一下 你以为逃避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男女至今是没有纯粹的友谊的 到最后受伤的还不是你自己 你放心 我有分寸 在公司我不想谈了私事 你出去吧 我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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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不能怪你啊 你哪儿来的经验啊 一天妈都没疼过 妈 你就好好敲你的脚嘛 敲脚都不忘了挖苦我几句 坦坦 大姨跟你玩 你拍一我拍一好吗 大姨 坦坦不是不跟你玩 坦坦累了 累了 你抱着娃娃带着坐了一天 怎么会累呢 我想爸爸了 坦坦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了啊 真的吗 真的 下班马上就回来了啊 我不是要那个爸爸 他不是我爸爸 他是我姑父 坦坦 坦坦 你告诉大姨 你真的就那么喜欢多俊爸爸吗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喜欢最喜欢他了 可是妈妈不让我见他了 这样 乖 乖 好 别哭 别哭啊 我跟你说呀 有爸爸就好了 哪管他是穷爸爸还是富爸爸 反正有爸爸就好了 别哭 谁呀 我 闻心 开门 灵多美 姑姑啊 别叫 你别叫 躲起来 快点 躲起来 躲起来 闻心 开门 妈 你怎么不开门呢 妈 协计 干嘛呢 你快把他放下 快把唐糖放下 灵多美 你怎么不开门呢 灵多美来了 开什么开呀 不能开啊 千万不能给他开门 闻心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都听到声音了 你要识相的话 就赶快开门 不然的话 闹大了谁都别想好过 要是把门打开 我们就麻烦了 嗯 开不开 行了 先把唐糖放开 爸爸 爸爸 唐糖 爸爸 唐糖 爸爸 唐糖 爸爸 我想你 我也想你 唐糖想你想的都哭了 我也是 爸爸 我们以后不要分开了 好不好 好 我们再也不分开 放我下来 爸爸 我带你去我的房间 看我画的画 好 林多美 你倒是什么意思 你把我的画 倒耳瓦一吹就过吗 我有没有说过 不让林多俊见唐糖 你还把他带到这里来 我可以告你四床民宅 口气越来越大了 好啊 你去告啊 叫警察来啊 警察来了正好 让整树楼的人 都知道你闻熊干了什么好事 阿姨 文慧姐 难道我到你们家来 都不招呼我坐下吗 连杯茶都不给倒吗 坐 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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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你就别多快些事了 赶快进屋里去 我不介意文慧姐跟阿姨在场 怎么 害怕了吗 我不怕 她怕 妈 我 我回房间 有事找我 林多美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把唐糖带走 门都没有 你现在赶快把林多俊带走 以后再这样不打招呼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打招呼 请问你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 你跟我打招呼了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准备以后想来就来想走 就走为所欲为吗 我告诉你林多美 离婚以后 我会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唐糖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如你所愿 顺利地离婚了 不能离婚 林多美 我拜托你去好好学学婚姻法吧 你也配跟我谈法律啊 好啊 你想想 到了法庭上 法官会站在哪一边 是会偏袒一个 跟自己老公的妹夫乱搞的人 还是会同情一个无辜的父亲 是会让唐糖 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还是会让她 在你这种卧鲁的妈妈身边长大 林多美 现在没工夫给你浪费口识了 到底能不能判给谁 我们就看法院的 到底最后看看谁能赢 好啊 我们法庭上见 唐糖是我哥的骨肉 我绝对不允许 让她在你这种人的身边长大 你想离婚是吧 没人拦着你 我哥也不稀罕你 但想带走唐糖 做梦 顾õ你 我自己的名字 我看要长大 我我哭了 你只看见他 我对还留在你 我以前自然两个世界 你因为还没人想见她 偶遏 偶遏 社长大 所以就在尋复 走 他对不去了 还要待多久啊 这如果时间长的话 就把堂堂带回来 免得温馨她也太辛苦了 妈 我也想带堂堂回来啊 可是人家杨阿姨 也希望堂堂多住两天啊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自己外孙女嘛 多俊 你乖啊 就再忍耐两天 堂堂就回来了啊 妈 我把哥送回来了 我一会儿还有事 就不在家吃饭了 我先走了 走了 哥 多美 再见 再见 多俊乖 再忍耐两天 阿姨 你说南地哥再这样下去 可怎么办呀 你放心 我已经严重地警告过他了 让他尽快跟他断绝来往 不过你得给他点时间 是缓则员 你这样乱发脾气 男人会受不了的 我就是忍不住了嘛 这次回国努力工作 就是想让南地哥 对我刮目相看 我希望可以做一个 配得上他的女人 可他眼里就是没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 那个有福之福 男人需要找一个跟他合拍 心里边知道他想什么的女人 而不是侥幸的女人 你们俩都在一个公司里工作 朝夕相处 比谁的机会都多呀 只要你给他点爱心 用心地去了解他 我在旁边再跟你敲敲鞭骨 这样你才更有力量 我知道了 我之前就是担心嘛 每天看着南地哥 对那个林多美 呵护有家忙得 不亦乐乎的样子 我心里就羡慕嫉妒恨 南地跟他爸爸一样不解风情 对感情的事情要反应得慢 所以呢 你要一点一滴地渗透 让他们习惯身边有你 这你就算成功了 咱们俩要凡事 跟他们多操一点心 你知道 阿姨最希望你给我当儿媳妇了 你每天陪着我聊天 说话 阿姨多高兴啊 阿姨 我也希望您能当我妈呀 傻姑娘 若南 你跟我说一下 婚姻法是怎么规定的呀 像我哥这种情况 文心可以提出离婚吗 提离婚是他的个人自有 但是像这样的情况 法院一般是不支持离婚的 所以他想离婚 没那么容易 太好了 法院虽然不支持离婚 六个月以后 文心要是再提出离婚诉讼的话 法院也只能是调解 毕竟在法律上并没有 规定说不允许离婚 我现在主要关心 孩子的监护权问题 我哥不能没有唐唐 我们能不能拿到孩子的监护权啊 法律上的规定是 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父母 你哥现在的情况是生活不能自理 所以判的话 多半是判给文心啊 不能判给文心 文心会把唐唐带坏的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孩子是跟父母的 除非父母不在 才有可能由其他亲属领养看管 文心的行为是有偏差 但是在法律上也没有规定 出轨的一方不能行使监护权 所以如果离婚的话 唐唐的监护权 一定是给文心的 妈 妈 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都记着了吗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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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不是你去呢 是我们不对在先 你怎么还好意思 跟人家前提离婚呢 我们怎么都错了 我跟易霓是真心相爱 以前爱现在也爱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爱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爱的人是错的 你现在爱的那个陈笑飞 是你老公林多俊的妹妹 林多美的老公 你看关系多复杂 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 还不得对你们指指点点 指指点点 人家指指点点 生于不知道内情 你都知道我们过去还这么说 我跟笑飞的缘分 是老天爷注定的 谁都更改不了 漂亮 漂亮 说得那么好 你去 我就不用去了 妈 你不帮我 谁帮我 林多美套的床 到咱们家放狠话 这 明摆的就是瞧不起咱们一家人 你难道不生气啊 不生气啊 我们理亏在先 我们这样对林家的话 我哪儿还敢生气 对不对 妈 你就别胳膊折往外拐了 站着看笑话 我也想帮你 但是你要跟人家离婚 人家答应吗 还协议离婚呢 可能吗 不是 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再说了 我们的事情 林多美一直瞒着她妈 我就不相信她想公开闹的法庭 反正我都跟一琳在一起了 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乎 相信她更受不起 别人的同情不可 其实你挺不让脸的 你说什么呢 你就好好地去跟她妈妈说说 你这天天在家里坐着 这婚也离不了啊 现在又说离不了了 你不是说肯定离得了吗 其实我是真佩服你啊 敢出这种事情 还敢大张旗鼓地上法院 你就不怕在法庭上面 人家把所有的丑事给你抖了出来 你和陈小飞的脸呀 往哪儿搁呀 你们不要脸呀 我这个人还要脸呢 我在这个小区还能住下去吗 所以你给我买套房子 要不然的话 这事啊办不了 办不了 说了半天 终于收到重点了 行 我给你买房子 我给你买个大房子 给你买个别墅行了吧 行 立马去办 好 离婚 必须得离婚 没拿包 等我好消息 您招过来是 崔秘书 我发现了这个 你 你这是 我真的很感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您还能保持正义感 站在我爸这边 我们全家人都很感谢你 哪里 我很惭愧 没能站出来指证程孝妃 因为我还要养家糊口 所以 实在对不起 您能这样支持我们 我已经很感激了 您也知道 我爸他死得 不明不白 我知道 所以崔秘书 请你帮帮我 我现在能信任的人 也只有你了 我 我能做什么呢 公司的股东们 都很认可陈孝妃的能力 这些年 他深得董事长的赏识和信任 在公司里大权在握 大家都认为 就算没有发生目前的突发状况 陈孝妃接手 也是早晚的事 所以 要扭转局面 是相当难的 再难 也得阻止 您知道 公司对我爸意味着什么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一生的心血 落在陈孝妃的手里啊 那好吧 就算是为了董事长 我也在帮你 不过目前 我也被陈孝妃严密地监视着 要帮忙可能也有限 但我一定会尽力的 我能理解 谢谢你 你知道 这些年 我不怎么参与公司的管理 所以对股东们也不太熟 我想拜托崔秘书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能引荐 我和股东们见个面 现在 我们全家人 加起来的股份 都远远不够对抗陈孝妃的 所以 我必须得到其他股东的帮助 的确如此 我想 凭借我爸 这么多年 在公司的为人和口碑 我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股东大会就快到了 时间这么紧迫 你觉得还来得及吗 我相信 我可以做到 再难 我也必须做到 可不就是 秦家母 你不是病了吗 怎么来了 我 我病了 你家就你一个人在啊 唐唐她姑姑出去了 多幸在楼上 我去叫她 不要 不要 唐唐姑姑不在 那就最好了 那你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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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爱呢 今天是跟Yu呢 想讨论一下 孩子们的事 您尝一下 这儿的普奥尔是不错的 好 谢谢 我们敞看天窗说了点话 你找我有什么事 吴叔叔果然跟他们说的 一样爽快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我知道 您目前持有我们林氏集团 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希望这次股东大会 您把票投给我 而不是陈孝飞 这段时间你爸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的 青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林氏集团的股票暴跌 你知道我损失有多惨重了 真的很抱歉 你的一句轻描带写的抱歉 就能弥补我的损失吗 我丢掉的可是真金白银 你爸爸又是逃税 又是我挪用公款 又是畏罪自杀 你还好意思让我投你一票 吴叔叔 我爸是被人诬陷的 我相信你们合作这么多年 你应该很了解我爸的人脾和为人的 人心格度脾 我不知道 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请您不要这样诋毁我的爸爸 好 我不说你爸 你搞过公司管理了 据我所知 你在公司一直只是一个组长而已 你哥倒是有这个能力 不过 现在连照顾自己都困难了吧 我要学会失落时候控制自己不安的情绪 不要再以为有个人等你 不要再以为你只会有个人 千位 何了千位 宝珊 小李宗 bat 你 Complex 懲悔 丹